如果你要问最近娱乐圈谁最火那一定飞逐一炉莫属。 2018而历之年的他因为精湛的演技和好看的外貌而迅速爆火之乎上甚至还有一条关于他的高赞评价君子帽少年薪有鼓有响, 而他评价自己却是普通演技没什么偏分。 即使你不了解这位帅气英俊的男演员那前段时间火爆全网的点是剧镇魂何止否应该很熟悉了吧? 镇魂凡是看过这部剧的观众无不被诛一龙和白宇这对感天动地的兄弟情吸引网上给的评论几乎全是朱一龙靠着自己不俗的演技和迷人的外表映称起的这部剧。 在镇魂里他一人分视三角既可以是看起来王志彬彬使则内心腹黑的千刻骚人也可以是眼神清澈的轻松少年还可以是暴力狂躁的斯文百类。 而这三种类型也让观众感受到了什么是演技派。 镇魂仅播出一周视频剪辑便刷爆了网络。 朱一龙更是频频上热搜曾一度造成网络的瘫痪。 于是毫无意外朱一龙获了获得猝不及防。 再加上后来播出的知否中那个千千君子温润如玉一生之爱一人的启横其原弱可以说是满足了广大女同胞心中满分令人的所有元素。 而朱一龙作为剧中令人心疼的男二号气质出尘白静如心与原主中的人物描写十分贴近甚至有缘阻挡在微博留言称赛过书中其原弱的气质。 他一看就是个好孩子学习很好家教很好生活中很有规矩很干净懂事的那种感觉。 其横如此,朱一龙亦如此。 纵然娱乐圈心就交替更跌得很快,朱一龙的或绝不是偶然也绝不会像流星那般短暂。 朱一龙之所以在娱龙混杂的娱乐圈中脱颖而出,绝不是他有多少手段多少背景, 而是因为他与当下社会形成的反差与不同。 不为名利毫无套路又不经意妥协。 因为不同所以珍贵。 在走红之前, 索然朱一龙尝是炮龙套, 但是但他对演员这个职业的热爱充满了敬畏之情, 执着之心一有空他就喜欢钻研剧本, 喜欢探讨角色。 用了十年的时间才晨变出这么一个朱一龙活该他活了。 而荔枝年前默默无闻的他不放弃不自清, 而荔枝年后一夜爆火的他不迷失不自负。 朱一龙曾说, 演员立足之本是作品。 作品能够得到关注已经是种荣幸。 万万不愿在其他方面继续占用大家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这可能就是他的信念吧。 像当初大学毕业后的他没有人脉资源和闲, 贺贝景只能签约一家小公司从跑龙套开始。 叶利人的某猴子情定三生的爱国。 少叶遇见归来绿得和开心。 《蜜月传》中的营迹尽管很多都演技不俗。 伴相叶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但依旧未能改变其默默无闻的演绎生涯。 本以为就这样要死磕一辈子未曾享三十岁, 使他遇到了改变一生的剧作镇魂。 即使走红他依旧还是那个在媒体面前腼腆内向的大男孩娱乐圈的浮躁风气。 他好像从未沾染丝毫如水中莲花那样静静的独自盛开。 这位温柔的男演员在赤诚腼腆的外表下他实则刚硬如铁。 该坚持的他分毫不移该努力的他拼得起命。 刚柔并剧的猪一龙一片赤诚的猪一龙活该他活了。 时间就像浪潮总会逃出金子金的气肺月的撒磨外界的推敲。 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心念这样的态度一起陪他坚持着期许着吧。